多一個我都覺得 特別是第一年尾 第二天氣 現在經常都是 冰冷忽熱 有些朋友真的特別需要關顧一下 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一群怒宿者 說真的 今時今日要成為怒宿者 一定是山洪水盡也好 總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才要有這個選擇 說真的 我們作為普通市民的 A 最正常的就是大家互相不打擾 就是最好的溫柔 他有他的生活 你有你的忙碌 不要搞就最好 當然如果你有閒錢 有時間 就參加一些義工隊 看看會不會幫到他們 或是關於露宿者 其實露宿者和足球都有關係 這個世界有一樣東西叫無家者世界盃 是蔣家 真事 當時港台有一段時間 經常都會跟他們有密切的接觸 當然是有些拍攝的工作 亦因為這個關係 其實小弟當年在港台服務的時候 也做過無宿者 有好幾年有跟這些無家者一起踢球 但你說那個無家者世界盃 我想知道他的世界盃是真的 他真的搞了一個世界盃 有德國的無家者 有巴西的無家者 但發起是香港的 不是 香港有幾年是有參與過的 他們真的一個好像你當是世界盃 只不過他們的參賽者 全部都是無家者 或者曾經是無家者 因為有些可能是 他可能在生活上有得到提升 於是他就離開了無家者的行列 但可能他也有繼續踢球 之如此類 而其實在過往有很多電影 或者什麼都有 譬如去年還是前年 有一套是韓國的作品 就是說韓國的無家者 故事是這樣 當然當中有某一些是演員 有某一些是真的 明白 然後又去談談這個課題 所以譬如說要支持足球 其實有很多人都喜歡踢足球 你都可以去支持 剛才我也在Facebook 看到自己有留言 他們說雖然香港隊輸了 但其實香港隊在昨天 長球打得很好 但竟然是沒有人提及這件事 剛才我在廁所跟禮言聊天的時候 我都說沒有人說 我又不是長球 昨天的長球打得怎麼樣 二鵬輝手籠好不好 沒有人說的 大家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說追星 和看球賽 大家的落差也不同 Anyway 當然說這些無家者 亦都是老宿者 最近其實在上兩個星期 曾經有一個新聞傳出來 就說有一群年輕人 不懂得死 15至17歲的五男一女 發現他們涉及在灣仔永寧街的休憩處 懷疑向這個的露宿者撲水 當然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他們在銅鑼灣興法街 破壞一個公廳 公園的公廳 然後就說上個月的27和28日 接獲在銅鑼灣興法街 公園的職員報案 就說公園的公廳 就有設施 懷疑被人破壞 於是乎經過警方的情報分析和深入調查之後 最後拘捕了六個人 說他們涉嫌刑事毀壞 另外兩宗進一步調查發現 他們涉及向運露宿者潑水 涉嫌公眾地方內擾亂秩序行為被捕 六位被捕的青少年現在已經獲准保釋後查 需要在下個月的上旬向警方報道 因為早前在網上有條片 說有一群年輕人拍片 就在這個行人隧道向露宿者潑水和潑可樂 然後就嘻嘻 走啦 這個赤柱的香港航海學校 上星期三就發出一個公告 就承認這條片裏面其中一個人就是他們學校的學生 非常關注事件亦都強調是會嚴肅處理的 好了 這件事就叫做拉倒人 好了 你問我是不是錯 那當然錯啦 就是那句話 別人都已經壞點說 或者入世點說 別人都要睡街了 你不要搞別人啦 那當然你這件事一說起 就確實是都真的挺慘的 第一 他一定是生活結局 或者一些環境迫使他要選擇這件事 他要在街上露宿 好 而譬如當在外國為例 其實外國有很多餐廳 特別是有些都會被人罵的 譬如他可能住在麥當勞 或者可能他在麥當勞門口 然後試過早前 我忘記法國還是美國 我忘記了哪裏 然後有一些職員 晚上又是很冷的 早前在11月12月的時候 晚上就故意在地上淋冷水 他不是臨在人裡 而是臨在地上 他就令到你 沒得睡在那裏 或者你一定很辛苦 從而他就想趕走他 這些問題其實 譬如我們阿亨哥在三藩市 就經常都見到的 他們那裏很多 然後他們都很頭癢 說真的 他也很慘 但你長期在這裏又搞不定 也拿不到平衡 其實不需要去到那麽遠 在香港其實現在的情況 都我覺得是多了 例如大埔 廣福道 有一間24小時麥當勞 基本上就是下面那層才是座位 晚上7時開始 你知道了 有些可能衣著方面 你看得出的 你會知道的 一冊二嵘 拿著袋子 就已經開始在不同的角落 就已經坐在那裏 去到可能12時左右 就開始看到他們可以睡得睡得睡得睡 我覺得是多了 為什麽這樣說呢 因為我記得我還有去旅行的時間 至少五、六年前左右 在台灣其實都是這樣的 台灣有一些24小時的 便利店也好 快餐店也好 快餐店也好 主要都是 都有一些無家者 可能會在裡面 晚上你知道外面冷 他們都想找一個溫暖的地方 甚至乎在香港 我見過一些銀行櫃圓機 因為櫃圓機很多時候都會在室內 某幾個位置 街坊都會知道 他晚上10時後就會進去 各有各的情況 其實慢慢地在香港 其實你都看得 不覺得是一個很驚訝的東西 以前你覺得美國什麼區 某些部份才會多 其實香港也很多 台灣其實最近我一次去都發現 我和朋友聊起來 兩個都在不同時間相隔一個星期 都是去台灣 都發現在街上的露宿者的數量 是比起我們以前年輕人去的時候 明顯是多了 沒辦法 因為全球經濟都不是那麼好 所以你說多了人要露宿街 那真是一個無奈的事情 只能夠說的就是 譬如在香港為例 其實我們過往都有很多 曾經出現過的動作 你說它對 又對不完 你說它錯了嗎 又錯不完 例如公園的椅子 以往可能我們是有些露宿者 在公園的長椅子上 可能是直地一縮 但是可能很多人特地弄到三千八角 然後弄一些欄杆 即是你不會直睡 總之令你睡得不好 即是本來一張長椅子 它硬硬要隔開三格 會有三格 那你不會只能坐 不能睡 你說它有沒有坐 它又坐不完 那公園真的不應該是這樣 但老實說 他也為妻所迫 你以為他也睡得安樂嗎 他也很辛苦 他也不想 對 曾經在香港有人試過 在維園可以住一段長時間 那時有新聞報過 有些人在維園睡覺 然後晚上就自己穩定位 然後一住大半年 又沒有話跟你說 挺好的 空氣也好 之前觀衡碼頭也有 不過最近應該已經被人拆了 而過去的 即使你當我們經常去的地方 譬如日本 日本和東京都有 大阪也有 西城區 即是指商國 即是指商國 連Juno也要寫一首歌 這樣 人家又會設定了宇宙觀 說真的 在街上露宿 其實也有很多生活智慧 究竟它用什麼保暖 然後用什麼物資 然後什麼時候 要到蟲也好 到老鼠也好 然後有些人看 怎樣可以早些 在那裡霸到有個位置住 他們有很多街頭智慧 或者什麼 韓國也有很多 其實韓國也有很多 地下街都是很多老鼠者 還有大家 標籤化 你不要以為無家者 一定是衣衫藍樓 一秋二能 是啊 其實並不是 因為有些真的 迫於無奈地去做這件事 你猜它覺得很興鄉 你猜它想被人知道嗎 你以為它 所以它會找很多不同的生活智慧 是啊 在哪些地方可以擦乾淨的身 每一天可能 我敢說 它比起某一些很窄的人 它更注重清潔 是啊 比如說可能你以為 毛家姐是否一天二十四小時 它沒有工作 不是的 其實香港為例 其他地方我不是最熟 香港以我的認知 其實有很多所謂的 毛家姐 或者露宿者 其實他們是有工作的 他們每一天和大家一樣 是九點鐘要上班 六點鐘要下班 只不過是那個社會 就是迫使它 真的沒有一個住 負擔不起一個地方去住 所以它才有這個選擇 而在這個過程裏 其實他們不是這樣 其實他們是很努力 他想擺脫這個現實的情況 只不過暫時的外圍因素 令到他未必可以做到 所以他就一直維持著 所以我們就覺得 當然見到的話 不用讓你走進去 或者什麼 你也不用特地 要塞些錢 也不需要 他自己有他的生活 你尊重他就可以了 不要搞到人 所以我就說 這班年輕人當然 無論如何都要小情大戒 我自己覺得 因為真的 你要讓他明白到 這件事是錯的 說真的 他也沒有搞到你什麼 他也在隧道裡面 說真的 香港現在沒有什麼 還有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績訂購支持